在第一批的AZ疫苗 进到台湾之后 施打的顺序为何 也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 但是对于AZ疫苗 有诸多的质疑 是否由政府的高层 来优先施打 陈志冲也做出了说明 来听听他怎么说 讲就是说 如果就是说 大家都不敢打的话 他愿意来率先 那不过我还是希望 能够照着专业的顺序来进行 不然国内施业施打 一样我们的态度 如果大家要打 那当然就让大家 照着顺序来打 如果大家会有一些 躊躇迟疑的话 那我想我们带头来打 也没问题 陈忠表示他还是希望 能够按照优先顺序来施打 也就是说第一线防疫的医护 甚至是国军部队的部分 但是他也强调 如果说国人对于疫苗 有相关的疑虑的话 包括他自己在内 还有行政院长苏贞昌 都愿意来率先的施打 也请国人放心 看信息 感谢观看